目前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儿童呼吸道疾病诊疗量整体呈现波动下降趋势 部分大型儿童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儿科诊疗量增加的情况得到一定缓解 从发热门诊急诊整体情况来看 近段时间全国呼吸道疾病就诊量相对平稳 特别是基层医疗机构分流了部分患者 全国整体正常医疗服务没有受到影响